哈喽,宝宝们好 有宝宝私信我提问 说什么样的香水是少女适合用的香水 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属于少女气息的香水品类有很多 那我要给它细分一下 我们今天就从枝子花的香气开始说起 枝子花属于白花 它有大花和小花之分 枝子花的香气属于清甜的果香 小花的酸气呢有略微大于大花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芳香醇和叶醇 上一期我们讲过 Colum, EDP, EDT 是古龙水,淡香水和淡香精 如果这三个名字你还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香水 也是从这三种类型开始 第一个是Colum 那最典型的就是Ju Malone Ju Malone曾经在2004年推出过一款经典的 枝子花的香水 那这款香水呢就很好地还原了 枝子花原有的香气 那其中呢也加了碗香玉以及墨药 但很可惜这支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已经停产很久了 那我猜想呢可能是其中的某一款原料价格上涨 导致它的利润下降 所以它就停产了 那第二款香水呢是EDT的淡香水 我推荐的是Cucci的 Cucci在2012年推出的Cucci Garcia's Gardena 那这款香水的主调呢是枝子花以及鸡蛋花 虽然它浅调会有点偏甜 但是这个甜味过后的中调就会非常的舒服 是一款很好的花香味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EDT的淡香精的香水 我也调了三款也是比较经典的 我们从最淡的一款香水来说起 第一款呢是Vanke Yabo的枝子花瓣 这款香水调香湿 它把枝子花、玲兰花以及茉莉 做了一个巧妙的结合 前调过后呢你就能闻到一股特别清新的枝子花香 但是呢又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 有些人反映说这个里面会有一点点奶香 但是如果说是一种有一点点奶香的枝子花味道 你是不是会喜欢呢 这是一支自制花调的白色花香的香水 我觉得这支香的味道呢 比较适合20到25岁左右的女孩子来使用 接下来介绍这一支呢 是有一点点优雅的枝子花香味 香奈尔的经典珍藏系列 你闻到这个香味就能够想到 这原来是Chanel自己很经典的一个品牌调性 它就是优雅 这个调香湿啊 它把枝子花与婉香玉还有茉莉 进行了一个美妙的结合 枝子花的可塑性非常大 那我接下来介绍这款呢 就是完全颠覆了枝子花本来的样子 它是一个狂野的枝子花 是娇兰的雪星枝子花 Crew Cardina 这款香水 它把紫罗兰 赤子花 以及依兰 作为香水的主调 这是一款非常干净的女香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枝子花香气的少女香水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拜拜